華麗的賽夏族屯林 還有以螺旋捲編製作的排灣族巫師袋 阿美族志一蘭 以及用餃子編製作的布農族貝勞 以漸漸的生活器皿 展現原住民族精湛的編織技術 族人表示編織在早期 除了是原住民族日常生活的工作 更是傳承族群文化的具體象徵 差不多三四點鐘的時候 就會聽到咳咳咳咳咳的聲音 其實長輩他就是跟他的父母親學習 然後就很像是我們長輩 就是Fakif的讀書生 就是在家裡傳承 學習這些生活的器具 臺灣市前館17號舉辦 走過史前臺灣原住民生活編織工藝特展 現場除了呈現各族編織藝品 更展出早期編男遺址的史前陶片 試圖從上頭浮現的紋路 探尋史前人類的編織技術 陶蓋上面有那個錫文 錫印文 那我們可以從這個部分裡面 間接知道說 史前人類可能在早期做陶器的時候 他可能就放在那個錫或者是編文上面 所以他就為我們留下了這個證據 在考古的證據上留下來 讓我們今天可以理解 更何況今天我們從原住民當代的生活 遺服 禮儀出發 看到編織或者編織這件事情 在我們當代的生活裡頭有非常豐富內容的展現 透過視覺意向的設計展場 完整呈現台灣原住民山海生活環境 同時配合田野影像紀錄 增加跟民眾互動的效果 而展覽將會持續到9月底 編織新聞 直播台東市 採訪報導 也有幫助 報告 北大 紀大 大